好了,今次又來到電飯鍋系列 今天會教大家煮的電飯鍋海南雞 材料有雞給兩隻 有些薑、蒜、乾蔥 這些就是香味的來源 還有雞皮 其實就不一定用雞皮 你可以用普通油代替 但我就想示範一下用雞皮 用雞油的方法 煎出雞油 如果你不用雞皮 你其實用少少化生油就可以了 這個電飯鍋系列 其實看Youtube的瀏覽薯 都很受歡迎 接下來都會做多些 放些薑、蒜頭和乾蔥 炒一下 然後放些米 米我只是沖一沖 沒有浸泡 大家喜歡可以浸泡一下 但我覺得也不需要 這裡我用了煮兩麥米 大家可以按自己的飯量來做 兩、三麥米 我覺得再多一點 現在可能還差一點 再加足夠份量的水 你平時煮飯用多少水 用那麼多就OK 就不需要特地去減這個飯 用水的份量 最後放兩隻雞皮下去 煮的時間就不需要 照樣去平時煮飯 按下飯鍋 它煮熟的時候 就把雞皮夾出來 喜歡的話其實可以 焗多它一會 雖然它說通常都會熟 但是都會怕少少 而且你蓋著飯鍋 其實雞皮都不會老很多 我建議就是 飯鍋跳鍋之後 再焗多5至10分鐘 然後拿起雞皮 如果你平時自己吃 不需要特地 要求高的話 其實用普通花生油 會比較方便 就是不用選擇飯 撥雞皮出來 每次示範都是想 效果好一點 還有讓你看到怎樣 用雞皮出來 即是做雞油 打鬆一點飯 拌勻 這樣就已經可以吃得了 不吃的時候 可以配上一些 黑醬油 薑蓉 或者辣椒醬 或者泰國的海南雞汁都不錯 我特別喜歡 下次會有這個印度椰子煲雞 不要錯過了 記得訂閱我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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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